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情却已经进展到了需要紧急透析的程度 经过检查呢 王先生的血迹钢高达1370卫模尔每升 病情未重 这个病情的急速进展 让医生都为之一惊 最后呢 经过专家综合评估后 被诊断为草酸延伸病 那到底什么原因毁了他的肾脏呢 原来呀 王先生听别人说 肠吃大多对身体好 于是 早晨喝自己制作的 含有豆渣的浓豆浆 晚上还吃豆饭 就这样呢 吃了整整两个月 然而 大多含有不少的草酸延 对于本来呢 肾功能就有轻微损伤的患者而言 超量吃豆 会遭遇猛烈的草酸延 导致呢 肾功能急速的恶化 其实啊 豆类本身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能够补钙 腹肝 养血管 但在健康的食物呢 大家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中医居民上食指南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30到50克的大豆即可 或者呢 相当量的豆制品 大约相当于200克豆腐 100克的豆腐肝 30克的腐竹 700克豆腐脑 或者呢 800克的豆浆 300克的豆芽 另外呢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吃豆类 可以做好以下的几点 把豆类中的草酸含量降到最低 第一 延长泡豆的时间 因为草酸容易水 制作豆制品的时候可以先泡豆 时间长到6小时 可以去除一部分的草酸 第二 去除豆腐发水分 第三 豆腐在喷煮前可以先焯水 可以减少草酸的含量 第四 制作豆浆应该充分浸泡 磨细 过滤 加热 而浓豆浆最好加水吸食后使用 而且呢 过滤掉豆粘 第五 经常变化豆制品的种类 做到上面的五条控制好食用量 豆制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对于患有痛风 极性胰腺炎 慢性肾病 慢性胃病等基础病的人群 还是要控制好自己 远离炒酸高的食物 尽量不吃或者少吃豆制品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并点亮小铃铛 感谢支持